好 还要来看到台北市警方 在今天凌晨 破获了一间藏身在万华区茶室的 大型天酒牌赌场 里头70多名赌客 还包含了大家相当熟悉 被称作严总的SBL前台体总教练 严家华 他当下坦诚犯行 同称说是第一次来 还不到两小时就输了10万元 但其实呢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涉赌被带 在2017年 就因为迁赌遭到还起诉 更是丢掉了总教练的工作 警方快横转攻破赌场 但赌客们这手不太安分 企图灭政 小小房间塞了70多个人 警方逐一核对身份 赫然发现有个大咖 这名穿着深蓝色羽绒衣外套的 白发男子 他就是SBL台体前总教练严家华 历经龙岳正讯被以设違法 裁罚9000元 疲惫离开警局 但这已经是严总第二次涉赌了 2017年 他下注NBA跟国内穷斯杯职棒 遭检方还起诉 缴缴100万 跟辞去宗教练职位 没想到六年后 又出现在赌场里 这间藏身在万华茶市的赌场 是双北地区脚头一起开设的 警方这次带回73人 发现他们以天酒牌为主 每把下注超过万元 金流相当惊人 严家华当下贪承赌博 说是第一次来 不到两小时就输了10万 在场的还有前苗栗县议员 但并未查到赌博市政 现场确实有一位 严性的赌客 在现场参与赌博 这部分我们会用社会秩序 维护法来给予裁除 在蓝坛有一席之地的严家华 又因为涉赌招逮 恐怕也让严总冠军 叫头形象再度首创 介绍周总领台北采访报道